现在是8月4号的凌晨4点 我们睡了有三个小时 就在刚刚那个地板上 那个屋里睡了好几十人 都是救援的工作人员 他们都已经忙了一天了 然后晚上还有连夜去救援的 我们刚刚醒的时候 还有人陆续的回来 就是蓝天救援队的队员们 他们都是 就是连夜去救援 然后我听刚才他们聊天说 昨天晚上有一个二十多岁的小姑娘 翻船已经应该是遇难了 这个地方每天都在发生很多很多的事 这是猎鹰救援队的 然后四川飞豹 这是他们的皮划艇 这也是四川飞豹的车 然后那边蓝天救援队的 然后那边蓝天救援队的 猛H支援卓州 苏西救援车 这是河南的 河南 这是河南的这个皮划艇 玉Q 然后那边 正阳县 红十字雕龙应急救援队 红狼应急救援队 等等等等 那边是驻马店的 蓝口 这个地方的问题其实很严重 比我们想象中的严重 比我们日常看到的还要严重 这些搜救队员们每天都在 就是拼尽自己的权利去救助别人 还有很多人等待救助 还有很多人缺水 缺粮食 缺被褥 缺医疗用的这个药品 我们居住的这个地方是一个幼儿园 幼儿园院里面已经停的全是救援队员的车 搜救队员的车 然后他们的皮划艇 他们的摩托艇 一会他们都要牵引着 然后出发 那两个车是戒修的 就是以前我们在山西时候生活的时候的老乡离得很近 我们的物资车辆差不多7点钟左右能到这里 然后我们7点钟之后帮着把那个物资都卸掉 我们就往回走了 因为在这说实话帮不了什么忙 刚才那个就是蓝天救援队的队员跟我们说 现在卸洪的地方的水流特别急 说他们甚至要搭横渡才能救人 就是根本不是说你用个皮划艇或怎么样 就能把人救出来的 所以这个不是专业人士 你根本做不了这个事 我们就别添乱 我们把东西卸了 能给他们一定的帮助 听得到我的骨头 听得到аци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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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阿姨 谢完了 司机师傅就走了 这个地方无意的闷热 这浑身跟水洗的一样 不过好歹说都卸完了 这边是水 然后这里面是水 还有面 满满的一下子都是面 这里面得是 想去帮忙到身上的手 好人太多了 朋友们 都是不计回报的 不想自己能得到什么 我只想付出 能帮助到别人就行 这都是我们的 这都是我们的榜样 谢谢大家